將頭髮砸起 穿著一身俐落的皮衣淨妝 以女扮男裝帥出心高度的賴雅妍 不敢諾狂形象 以歌手身份 為最強引演唱會擔任壓軸嘉賓 對 所以其實跟大家的接觸 其實比較以細度為主 但是第一次以比較音樂的身份 歌手的身份在台上 然後跟大家見面 然後還可以很有世界觀的 跟韓國跟日本的歌手情緒 我覺得大家開心 一邊是來自日韓的歌手 另一邊則是豆花妹 袁永玲以及關施敏 演唱會主題還是個性女生 辣言夾在其中顯得相當突出 他笑說 原本是要參加前一晚男團的演出 只是人數已經額滿 所以才加入女生這邊 之前很有趣的是 他會想要問我們想要有什麼名號 然後我立刻想到要四個字 我叫做不是女生的女生 可是他們說不行啦 太爛了 所以就只好想說最帥 最帥 哇 沒四個字 最帥氣 最帥氣 我連素 我連帥 帥數都有問題 最強帥氣女生 對 拿著十下當紅寶可夢的寶貝球 象徵要向這些個性女生全數捕獲 好一段時間沒有參加 拼牌演唱會的賴雅妍 彈言心情相當緊張 尤其是最後一個登場 更有不能輸的壓力 尤其是大家聽完他們很厲害的歌聲之後 然後我唱最後一個 所以就是有比較 所以我就覺得唱最後一個真的很倒楣